全球伊赫万集团经营的儿童福利中心 被揭发存在性侵、肌肩还有剥削孩童等等恶行 外界就质疑 这一个以宗教知名成立的机构 暗中宣扬不正统的伊斯兰教律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拿督纳英表明 当局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专司调查这个机构传播的教义是否偏离正轨 以及传照相关机构的追随者 那因今天出席活动后表明 伊斯兰发展局将会着手研究集团旗下的单位 所传播的信仰与教律 并由伊斯兰事务理事会咨询委员会 定夺当中是否涉及了邪教内容 雪兰儿宗教局早前发文告指出 社交媒体流传多个影片 内容涉及了伊赫万集团旗下的部门 伊斯兰学校还有中心参与传播 有益于正规伊斯兰教的教义 雪兰儿伊斯兰教理事会明天将召开特别会议 进一步讨论这宗案件 一步讨论这宗案件